内政部长林新生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中提出报告说 新建国民住宅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要证 省市各单位正在办理贷款集中新建和整建住宅 内政部也已经拟定了住宅法草案 希望诱导资金大量的新建国民住宅提高住宅的标准 这项法案正在成体行政院合适之中 行政院新闻局长前副今天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中表示 有关国际宣传的工作正在配合总体外交的需要 运用各种适当的途径设计各种宣传的媒体 争取国际舆论对我国的支持 今后也将积极的设法揭露匪魏的真面目和共匪的统善阴谋 封面简派 然后提old